大家好,我是各位 根據剛才《新經報》裡面 有一位業樂人士爆料說 這個是油貫車運輸業界裡面的公開秘密 所以正正為上述各種資料 再加上這次發生這件事 其實是可以反映出幾個問題 首先第一 就是這件事 最起碼持續差不多20年 對呀,你沒聽錯 是發生了20年了,混蛋 也就是說在這20多年來 那群中國人都是在吃一些 可能受到污染的食物油 所以中國的食品監管本身就是一個笑話 是不是? 要嚇大我嗎? 爵 相信大家都知道最近 中國大陸發生了一件極大的醜聞 原來中國一直以來 都是用煤油車來運食油的 不是嗎? 大哥,不是這麼有裝置嗎? 用煤油車來運食油? 你不要用裝屎那些車裝水給人喝 我其實都很少事 我自從看完這件事之後 我覺得用煤油車來運食油 都不是什麼大問題 在中國,是不是? 哦,我明白了 難怪以前回到中國大陸吃東西的時候 看到廚師炒菜炒到這樣子 原來他們用煤油去炒菜嗎? 難怪這麼有火喉,這麼有鑊氣 我現在終於知道了 說實話,近年不想消費的那群香港人 是不是... 啊... 我戴了一頂帽子和眼鏡 還有沒有人會認得我呢? 有沒有... 啊... 認不出... 認不出... 大哥 不會... 不會... 我決定自殺 好啦,由於這件事實在太嚴重了 再加上最近我又收到一些觀眾的E-mail 就叫我去評論這件事 所以今天就讓我跟大家簡單說一下 究竟這件事是怎樣呢? 當中又有多嚴重 還有背後又反映了什麼問題呢? 最後還是那句 我都會就這件事去分享一些愛國人看法的,OK? 說話說就在今年的7月2號 中國的《新京報》就報道揭發了 中國的中儲糧恢復糧油這兩間的糧油企業 他們平時所用的運送食油的油罐車 居然被發現 同時都是運送一些煤油的化工製品 而且有很多的油罐車 在換貨的運輸過程都不會去清洗油罐 而食用油的生產商亦都不會檢查油罐車的乾淨程度 就搞到那些食用油被嚴重污染 根據這篇報道 裏面有一些油罐車的司機更加是表示 這一個是油罐車運輸行業裏面的公開秘密 公開秘密來的 好好味啊 看到這裏 可能有些觀眾都會問 如果將一些運煤油的汽車運食用油 又有什麼影響呢 根據新經報引述中國農業大學食品學院副教授 說到煤油主要是炭氫化合物 含有不飽和的... 我都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總之就有很多的化學物質 就對人體的健康構成風險 長期食用是可能導致中毒 以及影響造血功能 嘩不是吧 長期食用是會中毒的 打倒日本聽過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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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一直共同調日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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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一件事的嚴重性 那個影響範圍有多大呢? 根據新經報所揭發出來的兩間企業 第一間就是中儲糧 是一間中國大型的國有企業 在中國的市場裏面是有一個舉足輕重的地位 而中儲糧旗下的食用油品牌就包括 金鼎、鼎王、華鼎 什麼鼎 第二間就是匯複糧油集團 它也是中國一個很大型的糧油企業 而它旗下的食用油產品就包括 匯複葵花籽油 複滿型大豆油 金匯複營均衡食用調和油 單單14款的產品 當中匯複牌的一級大豆油 在北京是佔有差10%的市場份額 產品銷售覆蓋十幾個的省、市、自治區 我想而知 如果這兩間中國大型企業的油出事的話 影響範圍有多大 糟糕了 不要說你們中國人 可能我也吃過一些 不是開玩笑 難怪我現在生成這樣 懷疑西西高 就是回到中國大陸吃東西 吃到現在這樣 生成福射這樣 明明是可以走偶像派的 算了 你看我以前的樣子 那算了 對於這件事 也有上網做一些資料搜集 然後讓我發現 為何不見了 喂 明明剛才還開到的 為什麼現在又說 影片不見了 那我就找到另一位中國網民 有儲存的資料 近幾天 我就看到有不少的中國網民 就爆料說到 一些運送食用油和煤油的油灌車 他們的行走路線是怎樣 正正因為這些資料曝光 就令到很多中國大陸的網民 都開始害怕 究竟這些油 會不會已經混入了在他們家附近 又或者是他們現在吃的那些油 會不會已經是被污染的油 而我想說的就是 喂 算了 你們 別裝了 關心才行 反正你們都少了幾十年 分分鐘你們的體內都有抗體 即你說我 我香港人 可能不太接觸這些 煤油和食用油的混合 我可能都會害怕些少 即你們中國人 百毒不侵 拍電視 因為我個人接受不了這些 我一說起 就整個人尖寒不尖 我一想起那個心情 我一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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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想起都不行 而我近日 也在微博上發現 相關的話題 其實是開始被人壓低那個流量 甚至是直接找不到一些相關的內容 再看這個油灌車運送食油的話題 大家都可以看到 短時間之內 突然被壓得很低很低 而在我努力不斷的資料下 我就終於save out 一些中國網民對於這件事的看法 當中包括 我想知道這件事到底持續多少年 範圍有多廣 死身不愧 人均壽病短是有原因的 拋開事實不趕了 難道美國就沒有責任嗎? 如果這件事是真的 我們連畜生都不如 哪個主人會給畜生去吃毒藥呢? 和廢水海鮮吃得多會變成哥斯拉 不知道現在吃中國油 吃得多會變成什麼呢? 嘩 嘩 不要找這種事搞 首先第一 就是多看完一件事之後 我真的覺得中國 是很落後 除了經濟上 有些少的發展 有些成就之外 基本上一個國家 它的制度 它的體制 就是幾十年前 根據我在網上找回來的資料 其實早在2005年的時候 南國早報 就已經報導過 中國的油罐車清洗困難 送完危險化學品之後 就立即送食品一個的亂象 而到2015年 中國有一個新聞節目 《真相大調查》 記者爆料說到 中國有不少的油罐車 載著一些強腐食性的化學物品 運送到目的地之後 為了節省成本 避免空車回程 所以他們就在當地 裝了一些食用油 然後車回去 近來報告就說 根據剛才《新經報》裡面 有一位業樂人士爆料說 這個是油罐車 運輸業界裡面的公開秘密 所以正正為上述各種資料 再加上今次這件事的發生 其實是可以反映出幾個問題 首先第一 就是這件事最起碼持續 差不多20年 對呀 你沒聽錯 是發生了20年了 也就是說在這20多年來 那幫中國人 都是在吃一些 可能受到污染的食物油 所以中國的食品監管 本身就是一個笑話 是不是 第二個問題 就是我現在才發現 原來你們中國這些油罐車 只要是運完煤油之後 洗完 就可以去運食用油 這樣就會符合到你們中國的食品安全標準 標準 標準不是低到這樣 照計你應該要有一個專用的 運送食油的油罐車 就不是說你老闆運送完煤油之後 接著洗完 接著就運送食物油 這樣子 你不相信就看別人日本 別人日本是有分的 不同類別的油罐車 有一些就只是專門運送煤油 而有一些就是專門運送食用油 所以我覺得一件事最大的問題是 就是你們一班人是很有共識的認為 將一些煤油車洗完 然後裝食油覺得沒有問題 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那最後第三個問題 喂大哥 煤油 你有正常的常識 你都知道是一個化學物品 是對人體有害的 第一是 就是那個司機真的按鈎 不是那個司機 是全中國所有的油罐車司機 他們都沒有一個常識 然後就將一些食用油和煤油混在一起 再不是 第二個可能就是 這些司機 他明知道一些煤油是有問題 是對人體有害 但是他看到每個人都是這樣吃 全中國十四人都是這樣 跟著吃一些受污染的食用油 所以就覺得沒什麼 反正每個人都是這樣吃 那不差就我自己也吃完一份 大哥 這個才是真正的問題 神經病 全處理一些食物油 都處理成糞便 才賺 高科技 你們那些油罐車 真的不幫不高科技 又運送食物油 又運送煤油 又運送煤油 裡面有一大堆的化學物品 吃了什麼 糟糕 第二 這件事除了反映我剛才所提及的一些問題之外 如果你再繼續看下去 你是可以發現這件事 亦都是反映出 中國一些比較深層次的現象和問題 就是海報上面 見到一些中國油罐車的司機 他們就著一件事 就拍片說到 一台油罐車 先那個道上跑 大夥都回一說究竟能掙多錢這一天 我這回就給統計出這趟活 一天能掙多錢 來回配貨 我去的貨 我是拉了2900元 反正回來的貨 你拉了4355 來回的運費 毛錢是7145元 但是我得你說是費用 燒油燒柴油 3050 高速公路費1860元 尿素70元 物流費去100回100 200元 打肩分費30元 套地縫費30元 有地方還是40元 玩家運元450元 這玩意兒我還沒敢顧女的 女的200 玩意兒三天150 顧男的是150 三天450元 玩可以供你點飯 吃飯90塊錢 喝水10塊錢 到時候下 到時候你今天回家 就打車還給你來50塊錢 玩意兒不胎花50元 玩意兒我自己 你還沒捨得你太十萬了 我買了15塊錢大高 現在就是說 這費用是5905 現在就是說 7145元毛錢 去掉5905塊錢 淨剩1240 但是這是三天活 三天活 還得說到時候別把管了 這是三天活 淨剩1240元 這是我自己開 這大車我自己開 如果你顧個四季 1400 三天 1200元 這1240元 正好你能剩四十塊錢 這三天 現在這個大車的現場 就這樣 再加上我們都在網上找到一些油罐車的司機 也都表示 以前單程的運費 是可以每噸400元以上 現在就降到200元左右 沒辦法 由於近兩年的油罐車特別多 競爭加劇了 所以就令到運輸價格降低了 而正正為運費降低了 那些運送食用油的油罐車 就做不到專用車 為了節省成本 甚至連油罐都不用 就運了其他的煤油 從剛才我分享的影片和這一篇的報導 大家都看到 為什麼中國的油罐車司機 他們不會去清洗油罐 甚至乎會用這一種的方法 又運送食用油 又運送煤油 去一種的方法生存 那除了是成本問題之外 更加重要的是 背後是反映著中國 是內卷到混蛋 所以我是認為 就是你用一個理由 去不清洗油罐也好 又或者將一些食用油 和煤油撈亂 我覺得是不可以合理化的 但我會說 生活在中國裏面 要面對一種這麼嚴重的內卷 大家鬥餐鬥死 人瘋都難 所以我會說 這件事 除了是中國的食品監管 食品安全標準有問題之外 更加重要的是 反映到中國的內卷 老爸媽那些中國人 真的很喜歡鬥生鬥死 大家互相殘殺 而最後那個受害者 就是那些十四億的中國人 所以我經常都說 中國人是最喜歡欺騙中國人的 甚至最喜歡鬥中國人的 就是要鬥到同行寫 同胞寫 一些就是中國人 我告訴你 所以還是說一句 大家都 不要對一個國家的人 抱有太多的同情心 很多時候他們發生一些事情 都是他們救由自取的 最後第三 我覺得最搞笑的是什麼 最搞笑的是 當年 我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日本排放下廢水的時候 你那些中國人 中國小粉紅 甚至乎那些愛國大V 就不斷哭打哭殺 就說被污染全球 弄他們吃海鯨 而當時那些人 還敢發起那些什麼抵制入貨行動 還要勾勾勾的 拿起來 那些輻射貪賊 現在都來 都來 但是到現在 中國就爆出了一宗這麼嚴重的 食用油的醜物 而且還以為直接影響著你們 每一位中國人 現在連人影都沒有 Hello 去了哪裡 你們這些外國大V Hello 聽不聽到 你們都去了哪裡 你先回來 還回來 我現在穿草 你知不知道 所以看你們有多自隔 其他國家就強烈掩責 喊打喊殺 對著自己的國家 就忽不自地抹 而且還要當沒事 不停抹 你不要這樣說 現在就連你們這群人口中的反賊 都肯說這件事出來 告訴大家 那你們這群外國大V 就跑到哪裏 外國 你回去人招 算了 我都明白 不要說你們了 作為香港人 我又不是生活在中國大陸那裏 當我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我都覺得這麼震驚 如果是你們這群人 尤其是那些外國大V 你們現在才發現 一直以來可能二十多年 都在吃這些受污染的食物油 這樣搞不好 真的隨時躲在家裡哭了 那就是 所以希望各位觀眾 不要笑他們 他們都很慘 你知道嗎 二十多年 其實是樂觀點 這樣想 你吃了二十多年 到現在還是沒事的 可以跳 甚至走我這個頻道 罵我 我覺得你是很厲害的 已經代表到你百毒不參 你知不知道 你這群人 那就是話實話 剛才我上網找資料的時候 我回意中發現 那位台灣網紅 熊國人 不知道為什麼 他去了中國一段時間之後 他現在變成這樣 有沒有人可以問候他 關心他 吃油吃太多吃到這樣 真的 認真的 要注意安全 還有注意身體健康 知道嗎 夠了 你看我多好才可以 就算你不和我立場 我都關心你的健康 慘 那今天就說到這裡 希望透過這段影片 都想各位 無論是中國的朋友 或是香港的朋友 或是台灣的朋友 那你們 如果在中國吃東西的時候 就盡可能 小心一點 其實都沒得小心的了 基本上全國都是用一些受污染的油 喂 麻煩你了 無論如何 都希望你們可以關注多些 身邊發生的事事 其實是對你百利而無一害的 知道得越多 你就懂得避免陷阱 還有在這裡順帶一提 就說這次這宗醜聞 其實是由《新經報》 去報導 去揭發出來 《新經報》 本身是黨媒 再加上中國所有的媒體 都是需要經過一個嚴格的審查 才可以報導 所以我說這件事 如果你是覺得 中國的媒體開放了 終於肯報導這些醜聞 中國有希望 這些 就算了好不好 不要那麼天真 你說如果他是清傳 願意報導真相 我覺得這個可能性 真的不大 如果你問我 到底為什麼一個黨媒 要這樣做 其實我覺得最有可能 只有兩個原因 第一 就是出現政治內鬥 就是那些什麼派什麼派 不滿意哪個人 不滿意習近平 跟習近平有什麼關係 所以就用這一種方法 來影響中國的聲譽 影響習近平的信譽 第二個的可能 就是共同富裕 OK WELLY GOOD 廢話少說 立即避典